画篇第二十四集 讲到一百一十六个 许多北欧家庭都有三温暖的设备 钢琴和电子琴我都会弹 他对我恶作剧 在我袋子里放了一只昆虫 房子的租约了 租期要到了 房东来吹了 要不要续租啊 还是不租啊 他决定续租 那栋房子的烟囱上 飘起了一缕烟 哇这个很难 哦飘起了 一缕 哇这个烟一缕 还一缕 还两缕 很麻烦 好那我们看 许多北欧家庭都有三温暖设备 怎么讲 这边参考 你可以参考 你有更好的更好 或你有其他讲法都可以 或者你听到别的老外讲别种法 都可以 调调大陆通罗 Sauners with common equipment at homes in northern europe especially finland Sauners 就桑拿 我们叫桑拿 桑拿就三温暖 Sauners 就老外就讲桑拿 这equipment是极何名词 单数的意思 复数的概念 单复数同行 Sauners with common 因为Sauners是很多嘛 这加S 它是可数的 Sauners with common equipment at homes in northern europe especially finland 这北欧嘛 芬兰 那个 挪威 瑞典 那你说丹麦呢 丹麦不在 丹麦在下面 丹麦小 它就靠近德国 所以丹麦是跟欧洲大陆连在一起 所以 北欧说三国的话 丹麦不在 你说北欧四国就算 所以最早围京人呢 说是丹麦 因为丹麦就在欧洲大陆上嘛 它到德国 坐船也可以 坐那个 坐那个走路也可以 那可是它到英国呢 它就一定要过那个北海 走那边 芬兰 那个丹麦 那钢琴和电子琴我都会弹 I'm skillful 有技巧的 我很会弹 to play both piano 钢琴 and electronic keyboard keyboard 键盘音乐 就是电子琴 electronic keyboard I'm skillful to play both piano and an electronic keyboard 那我们这个字不要念keyboard 念keyboard 卷舌一点 但英国人就可能比较不卷舌 他对我恶作剧 在我袋子里放了一只昆虫 昆虫 he play a practical joke placing an insect in my bag he play a practical joke placing an insect in my bag 我们说开玩笑 恶作剧 不是开玩笑 恶作剧 恶作剧是带 不好的 开玩笑是不一定 恶作剧呢 就很实际的玩笑 那什么叫很实际的玩笑 就恶作剧 不只开玩笑 它玩真的 因为开玩笑 我们就是有的时候 带一点那个嘛 带一点不怀好意 带一点那个 它不是开玩笑 讲它玩真的 就恶作剧 predical joke 这字很多不知道 那放了一只昆虫 那我们顺便呢 就是杂七杂八的 我们也提一下 一些昆虫 那这样子我们的 英文才比较活 除了我们会讲以外 你说其他 在我袋子里 放了一只毛毛虫 放了一只蜈蜈蜈 都可以 所以我们介绍一下 一般昆虫 insect 小虫子是bug 小虫子 各种的小虫子 那个种类太多了 那甲虫呢 因为虫子可能是软的 那甲虫有一个 带一点点硬的 也不是很硬 反正带一点壳 那叫beetle 所以那个beetle式 就是甲虫 小甲虫 p头式就 那我们翻p头式 那他们头发也长了 那我们是从 因翻过来的p头 beetle 我们翻成p头 但实际上就是小甲虫啊 它不是 不是头发长啊 只是刚好 它头发也长啊 那毛毛虫是caterpillar caterpillar 毛毛虫 毛很多的 小龙毛很多 caterpillar 那蜈蜈蜈蜈蜈蜈蜈蚫呢 就是一百只脚 centi centi 就是一百的 peet就是脚 足 手足 那个足 有一百只脚 一百只足 就是蜈蜈蚣 centipede 那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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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蚫啊 苍蝇的话呢 就是带火的 发光的 就叫萤火虫 那扎蒙呢 在草地上跳来跳去 跳要的东西呢 在草地上跳来跳去的东西就叫扎蒙 螳螂就叫mantus 但又有人加一个prayer 祷告的 因为说什么 因为扎蒙每次你看那个照片 它那个好像都是像一个祈祷状 好像脚跪下来 然后两只手往上好像在祷告 叫prayer mantis 那一般叫mantus就可以 所以我们很快念一下 这些有关于这个小昆虫 Insect Bug Beatle Caterpillar Centipede Firefly Grathupper Mantus 那房子租期已经到了 它决定续租 续租怎么讲 是再租一次吗 The lease department is up And it decides to renew it The lease department is up And it decides to renew it The lease就是我们讲就是租约了 不一定是房租了 就契约 你说租车也可以租 租杂七杂八的 就是契约 apartment就公寓嘛 你的公寓 就是因为租嘛 租一般不会租太好 就是不会租那个透天处嘛 或租一个古堡嘛 不会 就租一个公寓大楼里面 租一间 或者租个套房 这个你的公寓呢 租约up up不是网上 是到齐了 up 到齐了 一只多亿 什么东西 sub 就到了 不是网上 他决定呢 renew it 重新开始就续租了 所以因为有时候 你也不要想太麻烦 就很简单 renew 形容词是renewal 加al renewal renew The lease department is up And it decides to renew it 继续 重新开始 续租 那我们这边也稍微讲一下 这个各种公寓 大楼 这也是经常用的 所以我们讲说 我可能不是住一个公寓 住一间 我可能是住一个套房啊 台湾就套房 雅房不一样了 雅房就是水电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洗澡啊 公用 共用 那套房就是自己有 就不要跟人家一起用 套房贵一点 比雅房 最便宜的就是雅房 Studio apartment 就一间就是 里面没有隔间的意思 studio 就一间而已 什么都没有隔的 单间的 一个公寓 一间 就套房 studio apartment 那我们一般公寓呢 就是apartment 就住一间的 一间就是可能有 两个房间 三个房间 不等的 那我们台湾讲 house 讲那个透天出 透天出就是说 直接透天 就是直接 因为你上面没有别家 没有别的房子 直接通天 叫通天处 就更好听了 叫透天处 因为台语了 台语过来 透天 透天 通天的 那在 quadget house house就是我们就说 独门独院了 前面有个草皮了 你不管是一层两层 甚至三层 上面就是你 独门独院 透天处 独门独院 不像公寓 你可能住五楼 上面八楼 十楼 二十楼 还有人住 透天处 house 那摩天道楼 skyscraper skyscraper 通常GIS 摩天道楼 非常高 都几十层以上 都二三十层以上 但现在还有超高大楼 动不动 五六十层以上 超高大楼 我们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不一定全部写出来 不然太多了 那公寓楼 apartment building apartment building 它就是 为什么呢 它可能是有好几个 好几栋 那我们说 我们家里住在社区啊 就是residential building reside就是居住 residential就是 它居住的 居住的 的那个 的大楼 住在社区 当然这些都可以加S 加S没关系 然后复合是 这边写出 它是 那什么叫复合式建筑呢 它就是 它是compound building compound就是复合的 就是可能这个建筑呢 可能有住宅啦 有办公道楼啦 有办公用的啦 有商业用的 可以开餐厅 就复合式的 混合的 就叫compound building 甚至里面有公园啊 娱乐设备 叫复合式建筑 那联动 外国很多联动啊 它一户也是独门独厌啊 可是跟house不一样 它是连起来的 它的墙壁在一起啦 或者是中间墙壁 有分开的 可是很窄 可能就一个人走过去 它有个产权上的划分 所以联动房屋叫townhouse 这联动房子 集合起来就像是一个 小乡镇一样 叫townhouse 那组合屋呢 就活动房屋啊 mobile 那英国念mobile 那都可以 美国念mobile 像行动电话 这个美国念mobile phone 或者cell phone 那英国就念mobile phone 这个发音都不一样 这组合屋呢 就活动 应该叫活动房屋 就组合屋 可以活动的 就是也可以拆下来 也可以临时 因为它比较是临时系的 当然有人也住很久 反正就是活动的 组合的 可以拆卸的 那栋房子的烟囱 上方飘起了一缕烟 哇 这就很难了 什么叫一缕 那一缕头发 跟那个一不一样 a puff of smoke 就是puff 就是一阵烟 puff 我们这个抽烟也是 吐一口气 有一阵白烟出来 或者是烟囱等等 那这个smoke 不只是抽烟了 smoke也是烟了 动词可以抽烟了 名词就烟 一阵烟就puff 用puff 所以英文那首歌 puff of magic dragon 就是那个会吐 会吐烟 会吐火的那个龙 一阵烟 arose arose 就是动 这是过去式 a rose from the chimney 从烟囱 from the house roof 从这个 从这个房子的屋顶 飘起了一阵 一缕烟 你想一阵烟也可以 我们一般讲 一缕烟比较文雅 a puff of smoke arose from the chimney from the house roof 好 那我们就 也很快来 我们念一下 这个五个句子 这样我们以后 就有印象了 就会讲了 或者 一家想不 就是 完全记不住 你多看几次 慢慢就熟了 好 许多北欧家庭 都有三文卵设备 Sonday's with common equipment and homes and northern Europe especially Finland 许多北欧家庭 都有三文卵 尤其是芬兰 芬兰的 好像有统计过吧 就没有几个家庭 比例好像 就是大概 好像是大概 三四个家庭里面 就有个三文了 所以这个 在芬兰那边 非常普及 钢琴跟电子琴 我都会弹 I'm skillful to play both piano and an electronic keyboard 他对我恶作剧 在我袋子里 放了一只昆虫 He played a practical joke Plays an inset in my back 恶作剧就是 Practical joke 房子的租约 已经到了 他决定续租 The lease of the apartment is up 时间到了 is up 到了 and decides to renew it 重新开始 那栋房子的烟囱上面 飘起了一缕烟 A puff of smoke arose from the chimney from the house roof 所以每一次 学五个 时间久了就很强了 我现在有五个频道 欢迎订阅 分享留言 这期讲到这里